哈喽,我是阅读前哨站的站长瓦机 欢迎收听下一本读什么 今天这一集呢,是读书会的特别节目 这个读书会呢,是我和Jackie还有June 我们三个爱书人一起举办的读书会 在以前呢,我们就是每两个月举办一次线上的读书会 这一次最特别的是,我们终于举办了实体读书会了 这一次在台北办的,然后呢,现场来了大概30多位的朋友 跟我们一起在现场讨论先问为什么这本书 所以今天的读书会呢,我们要分享的就是先问为什么 然后这一次的体验非常特别 我们就租了一个空间,在那边架设了三支麦克风 把场地布置得很温馨 然后让大家可以现场收听我们的读书会内容 在现场也可以直接提问,跟我们三个人对答 那这是一次非常好玩的经验 我们也希望在之后的读书会 都尽量地来举办这种线下版的实体读书会形式 有兴趣参加下一场的朋友们 可以去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 就会在电子报里面跟大家通知 相关的资讯就放在节目的资讯栏给大家参考 那么在读书会正式开始之前呢,还要跟大家推广一个活动 那就是我自己的线上课程,话输入为输出 推出到现在已经满周年了 然后呢,我非常的感谢各位有参加过的朋友们 已经有超过4500多名学员已经报名学习 那很多的学员呢,在上完课之后 也开始练习、实作、然后跟输出 到现在啊,我已经看到了有数百篇的产出成果 真的是十分的开心 在接下来呢,我还会推出五场的直播讲座 等于是加值不加价 已经买过课程的朋友就可以直接收看 那么这堂课程呢,在三月之后 就会调涨价格变成2999元 那么这一次呢,就想说推出一个优惠活动 就是2400元的活动 想邀请曾经上过课的学员们 趁着这一次的优惠期间 来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 所以这次的活动就是我在脸书贴了一篇文章 然后呢,我总共挑选了三本书 然后每本书有三本 所以总共有九个抽奖的名额 那这三本书呢,是我很喜欢的 第一本是《阅读力最新技术大权》 第二本是《卡片和笔记》 第三本是《阅读变现》 我挑了这九本书呢 然后每一本我都亲自签名跟提字 那这篇脸书的贴文 就是来办一个抽奖的活动 你可以到这篇贴文里面 留言标注一个好朋友 然后写上说 你为什么推荐这门课 或者说你觉得这门课 可以怎么样帮助到他 然后呢,公开分享这篇贴文 就有机会随机抽中一本书 那如果你还没有上过这门课程 但是也有兴趣来参加抽奖的话 也欢迎留言标注一位好朋友 然后写上说 你为什么对这门课会有兴趣 也是一样 公开分享这篇贴文 就有机会参加抽奖哦 这篇脸书贴文呢 我就把它的连结放在节目资讯栏 想要参加共襄盛举的朋友 就欢迎点击前往咯 那么推广活动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一次的读书会 欢迎来到走在阅读书上 第一次的实体读书会 我是电视剧手指编的Jackie 然后这边是瓦机 然后大家也知道瓦机 最近出了个新书 叫做《只工作不上班的自主人生》 太感谢了 竟然全部说对 我有笔记 然后June是IG账号 JuneLearning J-U-N-L-E-A-R-N-I-N-G 大家还没有follow 是很多很棒的贴文 在讲一些阅读心得 然后他各种的一些经验的分享 然后我们今天就会讲这本书 叫做《Start with Why》 是Simon Sinek解的书 希望大家等一下有问题可以 踊跃举手 随时可以打断我们没关系 好 那我们开始吧 交给瓦机 有点突然要开始说书了 不然还是我们可以先讲讲 我们对这本书的感觉 就你先开始 突然Cue到自己 这本书就是 它在封面写说 颠覆惯性思考的黄金圈理论 启动你的感召领导力 然后我看到就觉得 我好像没有很需要领导力 我应该不用看 所以我一开始 其实没有看这本书 然后知道读书会选书 选到这本书才开始看 但我觉得看完之后 可以颠覆你对 为什么这个问句的想象 那瓦机呢 我当时是我还在台积电工作的时候读这本的 然后那时候我就遇到一个职场上面的问题 就是我的主管常常会在我们报告的时候 质问我们说 你知不知道你为何而战 然后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讲不出来 因为我们只是想说把报告做好 把专案做好 然后我就一直被质疑说到底为何而战 然后这本书就让我有点开窍 就知道说 到底要怎么样编一个好故事知道为什么 然后后来我就渐渐的在带团队啊 在带下属的时候 我也会开始先去寻找为什么 然后才跟他们来沟通说要做什么样的专案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算是有点改变了我在做事情 还有我在带团队的时候的一个出发点的那个心态这样子 我记得我第一次接触到Simon Sinek是大学的时候 他有个很有名的Ted Talk 那时候看的印象就很深刻 因为他就是很简单的方法讲一个 看似简单的概念 但却又常常会忘记这件事情 因为很多事情我们每天在忙 行程排很满 我们都专注于我们每天在做什么 行程上面有些什么 但我们多少时间会去回到说 我们的Y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事情 就你跟他说你工作室做什么 他处理没有讲到嘛 然后你如果是跟他讲说 我是因为我爱这些东西 我每天早上起床很开心可以做这些东西 那个给他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本书对我影响蛮大 然后那时候在做人生那些不同阶段的选择 或是跟人沟通的时候 都会想到他这边的一些概念 就是如果策略外的话 好像都一切都更顺 更符合逻辑那样 那就由我先来帮大家介绍一下 先问为什么这一本书本 他的作者我简单介绍一下 他的作者的名称叫做Simon Sinek 他自己说他是乐观主义者 他相信说人性会有更光明的未来 那他曾经也写过两本书 叫做最后吃才是真领导 还有找到你的为什么 那他这三本书我自己都有看过 那么先问为什么是我觉得里面算是最好看 然后也最经典的一本 好那这本书到底在说什么呢 这本书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 做任何事情都要从为什么来开始 那这本书里面 他有一个很好懂的一个框架 叫做黄金圈 那黄金圈他就是由三个圈圈组成的 好这三个圈圈 最里面这个圈就是为什么 然后中间第二个圈就叫如何做 最外面那个圈叫做做什么 所以他认为说我们如果在做任何事情 你要做任何工作 做任何的事业 还是你要打造任何产品 都可以用黄金圈这个框架 由内而外去思考 你为什么做 你要如何做 最后才是你要做什么 所以呢他就会用这个黄金圈的概念 来帮我们理解说 为什么有一些组织里面的领导者 他们会有那种很特别的影响力 很会去激励人心 然后呢带起一些很不凡的改变 那他也发现说 其实我们大多数的人啊 在我们的生活 或者说在工作上面 在做事情的时候 都比较喜欢先从那些 看得见的东西来做 你可能很清楚的 我要做这个三件事情 一二三 然后那种比较难说清楚的事情 有时候都会摆在后面 或者说有时候也没有特别去想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我们常常会从黄金圈 最外面的做什么 我们会开始在那边 很认真的去做 但是我们很容易去忘了说 最内圈的那件事情 就是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做 所以呢他就希望说 透过这个黄金圈的概念 来告诉我们说 其实那一些能够创造 这个产业上面新的创新啊 带来不同的改变的 还有一些很厉害的人物跟企业 他们的思考方式 跟我们其实是相反的 他们都是从最核心的 为什么去出发 然后出发之后 他们才去想 如何做到 以及他们要做哪些事情 用这样的一个 导过来的这个 由内而外这种顺序 其实呢 他更可以帮忙 个人或者是企业 去支撑他们的热情 帮我们做出更好的决策 那甚至是让我们 可以厘清目标 找到更好的盟友 然后创造出 不同反响的这些事情 所以这本书的核心 他就是在说这样的一个黄金圈的理论 那接下来的话 我就邀请大家想想看 就是我们在工作啊 或者在生活上面 有没有遇到哪些事情是 不知道为何而占的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或者说他交办给你的事情 你觉得 超级没有意义的 那结果天天都要忙这些事情 你有没有发现说 自己有遇过这个状况 还是说你经常遇到 想请俊先聊聊看这样 我觉得最明确的应该就是 求学阶段 大家都说要读好书 然后考好试 但其实那时候 也根本不知道大学课系在选什么 然后甚至也不知道 是不是一定要读大学 只是好像大部分人都这样做 所以很多人都是到了大学的时候 才突然意识到说 我读了这么多书是为了什么 然后可能就在大学的四年去摸索 但是有更多的人是到大学毕业之后 才突然发现虽然毕业业 然后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然后我觉得我们很多情况都是被推着走 不论是求学阶段还是工作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以为忙碌就是好事 但是如果那个忙碌没有意义 或者是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的话 那不如先让自己静下来 对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 诶 少了一份工作 然后好像就是老板做什么做什么 然后开始有薪水好像就是应该的 但是那时候觉得我在干嘛 就是这工作好像对我人生没有什么意义 然后那时候第一份工作在美国的时候 后来就离职 就是有一句话 以前在脸书他们常说就是 Do not mistake motion or progress 就不要有在动 表示有在进度 所以常很多时候真的是一直在忙 一直在忙 也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 然后我记得国中这时候在台湾 我记忆力没有很好 所以很多那种国文的注解 我都背得很烂 但是后来觉得就是 诶 好像我这个文章看懂 我为什么要背这个注解 就是有什么意义 所以很多这种为了做的做的事情 会蛮容易就是觉得不舒服的感觉 对 我觉得还其实蛮常发生的 对啊 但我觉得大部分的人 其实蛮认可做这件事情 就像现在很多人就是 不管是做社群 或者是做任何事情 大家都会分享做法 然后很多人都会觉得 自己需要那个做法 所以相较来说 大家会关注的事情是 做什么 然后怎么做 所以当下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可能不会特别觉得很有问题 就是我也是照着 别人建议的方式去做啊 那错了吗 或者是我没有为什么 有关系吗 我是用对的方法去做就好了吧 对 应该会有这种想法 那像我自己的经验呢 我当时为什么在职场 会对这本书这么有感觉 是因为之前在职场啊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 就是可能你的主管 或者说其他组织的主管 他可能要求你做一件事情 然后呢 你问他说 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 那他可能就摆一个姿态说 因为我是你老板 所以你要做 或者是 这是大老板的要求 所以你要做 这种是最常见的嘛 那还有那种是 你可能再进一步的质疑 做这件事情 对组织的效益是什么 或者说 他真的是现在最优先 我要打断所有事情 我要做的吗 那可能上期就会告诉你说 好那你如果你不做 今年考机就等着看 例如这样子 其实可能大家可能 偶尔会遇过这种 就是以他的职位 以他的权力 去有点像压迫你 强迫你去做 那这个就很像在书里面 有提到的是一种 操弄的行为 就是manipulate操弄 他利用他的这种 可能是让你恐惧 让你感到威胁 去要求你做事情 对那所以我自己 在职场上有遇到 有这样子的人 那也有遇到 另外一类的人 那在书里面 我就看到 另外一类的主管 他的方式就不太一样 他就会试着告诉我说 为什么要这么做 组织是因为 有什么样的地方 做得不够好 所以需要你做这件事情 来帮组织的某个环节 修补得更好 运作得更顺畅 以后可能团队 在运作的时候 会更顺利 所以他很清楚的是知道说 好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那当时我在听 这样子类型的主管 跟我沟通的时候 我就会很容易的被说服 然后也知道说 好 我做的事情 它有某样的意义 即使那个意义再怎么微小 它都是有某样的意义的 所以我觉得 对我自己而言 我的感受 很清楚的是这样 所以我就 当时我就在职场 过了一段时间 我就知道我很不喜欢 刚刚说的第一种那种老板 然后我就蛮喜欢 也蛮欣赏第二种那种老板 所以我当时就 在心里面也 给自己一个 许愿吧 就是说我要成为 我心目中理想那样子的老板 对 所以也是我读这本书之后 对我有很深的启发 我突然想到一个 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印象很深刻 就是爸妈 教育小孩的时候 有没有 从小到大 就是爸妈都会说 那个 爸妈说是对的 就是不会害你啦 就是听我们就对了 就用长辈身份去 跟小朋友说 就是听我就对了 但很多时候 他们可能有经验比较多 但他们可能 没有经历过一些 可能比较 update的事情 然后可能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话 那在美国 很多在学校 或者在家里 都可能会是 鼓励大家去challenge challenge这个authority 就是老师说什么 不一定是对的 欢迎来反驳 对 然后爸妈说什么 你如果不认同 你可以提出来来讨论 我觉得这样的观念 是蛮好的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可以从外开始嘛 因为你这样跟我讲 为什么要这样做 然后或许可以 讨论出一个solution 然后大家彼此知道说 爸妈这样做 或老师这样说 是为什么 像爸妈 其实他们都会讲一个结论 然后没有很有脉络的 去解释那个为什么 以小朋友 或者是 看腻奇的那种小朋友来说 就是以我来说 就是我自己会觉得 如果听你的 就是很被动的一个模式 你说一 然后我做一 你说二我做二 但是如果反过来 你跟我解释理由的话 就会变成是 我主动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主动接受这个理由 去做我自己的决定 虽然过程 在外面看起来都一样 但主动跟被动的落差 其实差蛮大的 对 不要告诉我做什么 告诉我为什么要做 这样做 我就会自然找到方法去做 对 对 那我这边 就也补充给大家一个故事 是比较偏商业的 因为他这本书里面 其实他是从商管的角度出发嘛 他也介绍了蛮多企业的案例 那操弄的行为 在所谓的商业世界里面 其实也蛮常见的 包含什么 刚刚说的像 我如果对一个产品 大幅度的降价促销 那这种就是 一点点的这种操弄程度 那还有一种 很不好的是说 像等一下我讲一个 三星企业的一个例子 他们有一个政策 叫做邮寄退款 那什么是邮寄退款呢 就是你用他们家的产品 如果用的不满意 我还会倒贴你钱 这个叫做邮寄退款 那这个政策听起来很好啊 这个公司很有信心啊 对不对 可是在2000年的时候 三星他们有做一件事情 就很奇怪 他们给出了很高额的 那个邮寄退款的这个金额 最高的产品 还到达了150美金 就是你邮寄退款 你可以拿到150美金 可是呢 他们有定了一个政策 叫做 每一个住址 只可以享有一次的退款 可是这个后面 还有一个条款 如果你是住在这栋公寓大楼 你的住址 跟你的公寓邻居是一样的话 你们就只有一个人可以退 所以整栋大楼 他就只认一个人可以退款 所以这个东西被爆料出来之后 后来竟然知道说 他们也有拒绝过 超过4000多个类似的案例 是那种 跟人家住在同一个地址 同一个大楼 然后被拒绝退款的 那这个事情也闹得很大 后来有人也向那个 纽约地检署去提出告诉 那后来的话 三星还被勒令说 你要赔几十万美元 给这一些 你没有去给他们退款的这些人 所以说这个策略就很像是说 他用了一个很操弄性的一个手法 他虽然说口口声声讲说 他是对于产品很有信心 他的为什么是 他很在乎客户 他希望客户可以享受到好的服务 然后希望说 你用的不满意给你退费 可是你会发现 他实际上的作为 却不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 很明显的矛盾 他反而是用了一个操弄的手法 在做他的这种行销策略 所以就用刚刚我们讲的几个职场 生活跟商业的这些例子 来跟大家先分享 我们遇到的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种负面的情境 让我们要进一步的下去讨论 下一步这样子 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来讲 这个黄金圈作者 他最喜欢举的一个例子 他非常喜欢苹果公司 所以我这边举一个 他讲到最经典的这个案例 我先分享第一个 是普通的行销手法会怎么做 讲话会怎么讲 假设说他是一个 也是卖电脑的公司 他可能会说 我很会做电脑 我们的电脑规格很强 我的电脑有最美的设计 那不但是使用简单 也很容易上手 你想不想要买一台 有想要买的 大家可以举个手 没有任何人举手 那我来讲第二个 他第二个是比较感造型的行销 就是从那个 为什么出发的那种 行销的那种讲法 他会这么说 这个就是苹果公司会说的 他们说 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 都是为了挑战跟改变现况 因为我们相信 不同反响的力量 而我们去挑战 这个现况的方法呢 就是把我们的产品 设计成最美的设计 而且要尽量的简单 好用 那刚刚好 我们做的就是最棒的电脑 你想不想买 这个就是他所谓的 那种感造型的行销 所以你会听第二种的话 对我自己的感觉 就很像是说 他前面那个不同反响 think different的那一个理念 还有他挑战现况的 那个理念 就已经感染我 感动我了 如果我是这样的人的话 那你也有这个理念 你刚好是在做电脑 你刚好在做这种设计 这种产品 然后呢 最后这个产品出来了 我想不想要拥有一个 这个时候我就是从这种 感情的这种层面 先被打动 然后呢 会去思考 这个东西是不是我要的 那比起这个来说 刚刚讲的那第一种 都没有人举手 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从开头 就先讲规格嘛 可是人还没有去感受到说 你为什么要 做某个产品 这个突然的抛出一个产品 抛出一个服务 他会觉得很唐突啊 那后面的就没有办法 好好的再听下去了嘛 所以这就是这两种 说话方式 或者说讲话顺序的一个差别 那所以说像在书本里面 就有提到了很多 关于这个苹果的例子 他就有提到说 像他们在70年代的 创业的时候呢 苹果公司他们就一直 很了解说自己的核心的理念 就是挑战现况 跟改变世界嘛 然后他们的产品是特别要提供给那一些 你有很独特的想法 有创意的人 所以他会聚集到这样子的一群 我们现在可能会成为果粉嘛 聚集到一群这样子的人 那刚好在场 我们三个好像也都蛮果粉的哦 是吗 这是什么 好 所以这边也来讨论看看说 像这种黄金圈的这个概念啊 像刚刚想要先问一下Jackie 就是你有提到说 是不是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可能都会先写下这三个东西 然后你觉得这个东西 这样写下来 对你要做这件事的帮助会是什么 会让你更有动力吗 还是 会给我更多做这件事情的意义 因为感觉为了做做 其实没什么意义嘛 对 像我跟你说 如果我有一个自我成长podcast 你要不要再听 听起来就有点弱 对不对 就是很推销 那如果说 我觉得每天不断地自我成长 做最好的自己 让我们可以离开树市圈 然后做更好的我们 然后我透过录podcast 然后透过建立社群 然后透过办图事会 让大家一起听podcast 然后参加活动 做最好的自己 这样听起来是 感觉是好很多吗 希望是 他在这里不敢说不是 对 所以感觉就是给任何事情 不管是自己做的人 或是参加的人 都有一个更大的意义在存在 对 就是那个精神到 什么方法做都可以 对 像他们 朱利也讲到说 Apple的东西就是 它不管是出电脑 出手机 出手表 出ipod 你就会觉得说 是可以 好像可以用 我觉得他们把重点放在 品牌对你产生的影响 或者是抽象的价值 是什么东西 不然现在很多行销的手法都是 我这个产品很好 不能没有我 这样 但是他可能只能卖一次 因为你买了一次 发现你跟其他产品 都一样的时候 你就不会对这个品牌 产生信任感 对 所以如果先用抽象的价值 跟意义去沟通的话 他才会突然发现说 哇 苹果好像在做不一样的事情 一种使命感 对 他说里面讲到说 如果你给人家一个很明确的why 可以有个创造loyalty 对 然后中文度就是会有第二次 再回来买其他东西嘛 会继续听你的内容什么的 对 你要的不是一次性的买卖 对 那我这边再来更进一步的讲 就是说像我们刚刚都讲 比较感觉和我们的经验 那我讲一下书里面 他有提到一点是说 作者认为黄金圈的这个概念 它其实是很符合 人类演化过程的一种生物本能 那我们来听听看作者 他的这个见解是怎么样 为什么他会觉得 这是一个生物本能 黄金圈我再复习一下 刚刚最内圈是为什么 然后中间是如何做 最外圈是做什么 那他认为 这个跟生物本能有什么连结呢 因为在人的大脑 它有两个区域 第一个区域叫做心皮质 心是新旧的心 皮是皮肤的皮 心皮质 那这个是人类大脑 比较心的部分 就是我们从以前演变成智人 智慧的智 智人 我们演变成有智慧的智人的时候 心皮质慢慢地跑出来 那这样心皮质的一个构造 它可以让我们去掌管一些 我们人类的理性的一些这个思考的 客观的分析跟语言能力 都是用心皮质在做事情 那另外一个组织是叫做圆脑 圆是边缘的圆 然后脑袋的脑 圆脑 圆脑的话呢 它是什么 它是掌管人类的情感 像是我们要对别人有信任感 要对别人有忠诚度 这个就是圆脑 它所扮演的这个角色 那圆脑的话可以帮我们去做出行为 然后做出决策的能力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对应到黄金圈来看 圆脑呢 其实它比较像是中间的区块 就是为什么跟如何做 那心皮质呢 它就是最外圈的 要做什么 所以说 基本上啦 它认为说像我们人类 我们要做出任何的决定啊 我们要真正采取行动的时候 其实都是先由圆脑 它触发了 它已经让你说 你知道你有这个情感 你有某样的信任 你愿意这个动身去做 然后呢 它才会再透过心皮质 去收集一些资讯啊 去思考 理性的思考 我该怎么做 这个步骤是什么 然后我要怎么样把它做出来 所以它的顺序大概是这样子 那这也是它认为说 其实黄金圈这个从内到外 是蛮符合我们人类本能 那书里面有举一个小故事 大家可以想一下 洗衣精 怎样才叫做一个好的洗衣精 我们的想象是什么 是洗得比较干净吗 还是衣服会变得比较亮 还是洗得比较白呢 那我们先想想看 所以说以前的这个洗衣精的产业 他们就会一直去强调说 好 我这个新的品牌 可以让这个颜色洗得更白 洗得更亮 那有些人 他可能会更进一步的跟你讲说 我的这个品牌 可以用什么蛋白质分解酵素 很厉害哦 听起来都快听不懂了 或者有一些是可能是增厌剂 可以让你的颜色变得更鲜艳 讲了很多这种诉求嘛 就是听起来很厉害 可是我们会去想想看说 当我们在洗衣服的时候 你洗完了嘛 洗干净了 可能是湿湿的 或者说红干的都没关系 你想要把它拿出来的时候 你做的第一件事情 可能是什么 你可能是会拿一件 标准版的白色衣服去 放在旁边跟它对比说 我这次洗得比较白吗 还是你会放一个红色衣服在旁边 然后跟另外一件红色的说 我有洗得比较鲜艳吗 我们会做这种 听起来很客观 还是宅宅科学家做的事情吗 不会嘛 对不对 好所以说 洗衣精的厂商 他们就找了这个人类学家来看看 结果很有趣的哦 他们发现大部分的人 洗衣服起来的第一件事情 衣服拿起来 是怎么样 先闻闻看 闻到很清新就觉得 好洗干净了 这样子 所以后来才发现说 啊 闻了之后 感觉很干净 这个感觉 最重要 所以你会发现哦 现在的洗衣精哦 每个味道 各家都不太一样 其实跟那个什么 为什么牙膏会味道 是一样的道理 哦对 你知道吗 就牙膏的味道 其实完全没有任何作用 凉凉的就感觉有在刷 对 感觉凉凉的就干净而已 对 你要感觉越凉 它好像这个牌子就越厉害 对 一切都是不理性的选择 所以如果一直跟消费者沟通说 我的产品 有这些东西比别人厉害 其实不一定会让人家买单 这有点像是manipulation 对不对 有点大脑的操作 对 他就是已经了解大脑怎么想 他从哪个地方是关键 他从那边去下手 这样 但这个也让我想到一个 就是如果我们平常很常会说 就是忙起来 瞎忙 也是一种就是 让自己觉得 在过有意义的人生的一种错觉 我还想起来一种 Jun好像一直提到这个 瞎忙真心 最近有什么感想 应该是说我觉得 在工作上 就是或者是跟朋友出去的时候 都会聊到说 工作最近很忙 然后我们会下意识连结到 很忙是很好的意思 就是工作状态可能还不错啊 或者是公司有新的业务 才会让你很忙 然后可能你也是很有价值 所以事情会在你身上 但是我觉得忙的背后 有很多个原因 如果没有去探讨的话 有可能是你效率不好 或者是你被摆在错误的位置 就是有很多的理由 只是我们不会去探讨 所以我其实觉得 看这本书对我来说 最大的反思 其实是在工作上 JQ有那种瞎忙的感觉吗 有这种时刻吗 最近还好 最近觉得做很多事情 都觉得有它的意义 所以好像都是 有意义的事情就觉得还好 但是就是怎么样去 平衡你的时间 又是另外一点 像我之前 有一阵子也是很忙 在工作上 就是很忙很忙 然后就觉得 好像我全部的心力 就要把眼前的事情 全部做好就对了 然后就一直做一直做 那时候也是我 可能有点人生失衡的感觉 我就是觉得 就全部的时间 都投入工作就好了 那我也没有抬起头来看说 到底我要追寻的是什么 那所以这也 像我在我新书里面 就有提到 我跟我你有那种认战 还有那种冲突 就产生了嘛 然后就是 他其实 因为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而追寻嘛 所以我表现出来的就是 我一直在 做什么那边 做得非常的忙碌 但是你要真的问我说 你到底在追什么 那为什么 追得这么辛苦 到底是为了什么 那我当然 没有特别的答案嘛 所以那个也造成了说 我的女友 他就会很不谅解说 你都不知道 你为何站 那你干嘛这么拼 到底在拼什么东西 到底能得到什么 所以我也是 透过这样子的冲突 然后开始再去重新思考一下说 好那我到底 例如说在工作上 我到底为什么要努力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我为了是什么 我就会去退一步的去思考 那像我现在 包含说要开始做 说书事业也是一样 像我的为什么就是 阅读这件事情 对我有很深刻的影响 我认为阅读是太美好的一件事情 已经有点彻底的 让我对自己的观念改观 让我对人生改观 所以我觉得 这个事情是太值得被分享出来了 所以我就会去思考 我要如何传递这个价值 我要如何把这个理念 这个信念 让更多的人知道 这个就是我会想如何做嘛 那如何做 里面就有 例如说用自媒体去传播 这个就是一种 好那其实还有各种 千百万种方式 是可以来做到传达这件事情的 那我就挑选了其中一种 那要做什么呢 那后来我就去思考说 我当时的时间资源有限嘛 所以我就会先从部落格写文章开始 这个是我可以最affordable 最可以做的事 那我就用这件事情 先当我的开始 我的做什么就是这个 那我后来当然渐渐的作者发现 好像也有不同的方式 可以把我的为什么 传达给更多人 那就是开始可以录podcast 那这个也是做不同的事情 但是它还是可以完全的对齐 原本我内心里面的那种为什么 所以我其实当时有正职工作 然后也同时做斜杠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忙碌 那种忙碌是在于说 我把很多的闲暇时间 或者说一些空闲时间 我尽可能都拿来 用我在做 例如说说书的这件事情 然后呢尽可能的善用每一块时间 那种感觉 现在回头看会觉得 好像完全都是在忙碌 好像这个时间里面 没有特别的休息 没有特别的空档 可是对当时的我来说 我会去知道的是 为什么我在做那件事情 为什么我需要把这些时间 都尽可能的挪出来 让我的下班之后 还有事情可以忙 还有事情可以做 那是因为我知道我的为什么 所以我在做的时候 就会觉得 是一个心甘情愿 然后是很有动静的 然后我那时候六点的闹钟 然后我都会五点五十 五点五十五 自己就醒来 眼睛就睁开 当然不是因为工作的事情 我就会眼睛睁开 想说 快点要起来再多写一点 快点起来再多分享一点 那种感觉就是 它会让我自己睁开眼 然后就开始做 所以你要说 到底为什么有那个异力 还是什么 其实那也好像 也不是什么异力 而是我已经很清楚说 为什么我要 用那段时间的密集的努力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它自然而然就让我 一直在做哪一个 做什么的那件事 对 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一些经验 叫醒你的就是梦想 没错 没错 感觉就是 与其花时间去执行 那些你觉得应该做的事情 不如去花时间 回头反思说 我这件事情到底该不该做 或者是 为什么是你做 为什么要做 感觉好像 偶尔就需要退一步 去想一件事情 我现在为什么在做 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然后我做的事情里面 每个事情 有不同的做法嘛 你可以把你现在做的事情 都列出来 然后想说 为什么做每件事情 每个project 为什么做 或是你在想 为什么我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我去做什么样的project 我觉得像瓦吉 你有这种离职的经验 离职过程的会有这种 工作的时候 看窗户外面 拔袋 我在干嘛 每天上班看窗户 外面几次 就是代表 就是快离职的事情 在倒数 看窗户的总时数 等于你离职的 倒数 倒数 就集满 集满多少 集满了 就会离开了 因为我觉得以前在工作的时候 会比较就是 很明确的指示 就是说 你今天要做什么project 然后哪一天要交 就很明确 你不用特别去想为什么 那个可能是 主管他们去想的事情 在你离职之后 你如果在做自己的事情 像是你说书啦 写书啦 你可能每天就要想说 那为什么 我的why是什么 那我想延伸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 你怎么去找你的why 这感觉像你刚刚说 就是你可以5点50 就眼睛睁开来 那你什么时候发现 这是你的why 你有特别去寻找吗 还是他就是 自然而然的就是 出现 我先回答好了 天将将大任于 私人也 这样什么意思 太难的诚意 好没关系 跳过这一段 这个不用卡掉 没关系 其实现在讲 是回头讲那个故事啦 只是当时的我 不是刻意的去寻找说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 我找不到 为什么找不到 因为当时的我 其实根本不爱读书嘛 不爱阅读 那我根本不可能 主动去想到说 阅读对我有帮助 所以我其实是没有想过的 那为什么会 后来才渐渐的知道说 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 在我很迷茫的过程中 就是我遇到 例如说有冲突 然后工作上有一些低潮 在这个冲突之下 我去想一些方法 想要去解决它的时候 好那时候我的想法是 我有没有大腿可以抱 我有没有人可以请教 后来想到 我有没有书可以看 因为我的时间真的超少的 以前在工作的时候 其实时间非常少 聚会常常爽约嘛 对不对 就是你都工作为重 所以我就想说 好那我就取一个 比较中性的方式 从书本里面去学习 所以那个时候 才开始去想要透过书本 去解决我的一些 面对的人生问题 那也在这个过程中 我才真正体会到 什么叫做 阅读给我的美好 那也是那个时候 我才知道说 好如果这个东西 对我很好 我也想要让更多人知道 那就是因为我觉得 一定会有很多人 走过跟我一样 或类似 有这种共鸣的这个情境 那我这样的一个经验分享 一定可以帮助到某一些人 它不会适合所有人 但是它一定会帮助 或影响到某些人 那这样就非常够了 所以说我就 也是因为这样 才渐渐地去构筑出出 我的为什么 然后后面才开始去找 如何去做 然后我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并不是很刻意的 或者说我不是很精准地 直接找到那个为什么 而是在我遇到问题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渐渐地找到一些解决方法 渐渐找到一些新的思考模式 那也在这个过程中 体会到一些新的东西 那刚刚好 那个新的东西 是我的为什么 所以说 我找到这个为什么的 最前面的为什么是 我知道我有问题 我意识到我有问题了 意识到我的人生 可能有发生某样的问题 我想要去解决 所以那个才是最早的为什么 那后面遇到的就是 它是一段 接着一段的故事这样子 感觉很多时候 你不知道你的为什么 但是很多时候 透过你的经验 或是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之后 发生说 好像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特别有动力 特别开心 那你可以从那边回溯到说 这是其中有一个为什么 那是不是我的为什么 好像是这种感觉 你居然有没有这种体验过 就是在找你为什么 就是大家都会说 要寻找热情 然后要找到你的梦想 然后才会知道 什么工作适合你 但我其实觉得是反过来 就是你要一直去试 很多不同的工作类型 然后去里面挑说 我比较喜欢这几类 把那个类别筛选出来之后 才发现说 原来我的热情在这边 原来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都不会觉得累 所以我觉得热情的重要性 可能被放得太大 让大家觉得说 好像我想一想 有一天就可以想到 但我觉得不太可能 而且有时候热情 其实是有点运气成分的 就是你不可能试完 世界上所有的工作 你只能找说 哪些是你试过里面 比较喜欢 然后觉得 好像可以一直做下去 对 虽然我没有离职的经验 但是我自己觉得热情 就是真的不是一定要做 很绝对的选择 虽然我可能在工作上 也是做一些 我不一定知道为什么 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 那不影响我要不要去工作 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 对我来说 工作是一个 我充实自己 或者是学到更多 新东西的方式 那那就是我的为什么 对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的层面很多 然后也很广 只要你可以说服自己 去做你接下来 所做的任何决定 那它都可以成为 为什么的一部分 对 所以好像有一部分 是跟着直觉走 对 就会自然找到你的为什么 然后透过你的经验 去validate 去证实你的 你为什么是什么 应该说 其实也是每个阶段 一直要回头去反思 你不可能说 我试了50种 总会找到一种 是你可能试了两三种 然后回头看看 然后再从那里 两三种里面 再往下筛选 对 我觉得是一个 很渐进式的过程 但是是很主动 或者是 很有意识的一个过程 我记得我以前 有一阵子 那时候在工作的时候 我有点问自己 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人活这什么意义 what's the point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那我在这边工作 干嘛 那时候在IG的时候 然后我就用一个 现在想觉得 很有趣的方法 就是我在手表上 有个桌面 手机上桌面 我都改成 一个字就是purpose 我作面写了自己的purpose 然后我就是 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只要我看到手机手表 想到这个字purpose 我就问自己说 我现在当下 做这件事情的purpose是什么 然后从我做事情的 过程的经过之下 回溯找到 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那时候我大概花了 大概九个月的时间 去做这个 finding my purpose 找我自己的一些 人生的目标 跟人生的为什么 然后那时候 我又写一篇文章 记录一下这个过程 我现在想想 那时候我就是 跟这本书没有太熟 但是后来回去 看那个文章的时候 发现说 我那时候好像 用那样的框架 其实跟这个书的框架 是非常吻合的 就是 虽然是不是从 从外而到内 去找我的why 一样是从what how 然后到外 像我在画画 为什么要画画 是可能背后原因 是我想要追求 人生的美感 为什么我要冥想 为什么我要散步 那可能是 人生意义中是找 寻找一个灵性的一个 spiritual的一个 满足感 fulfillment 然后再从how 就是你的principle 可能你的核心理念 就你可能是要 积极正向 然后主动 然后positive integrity freedom 这些不同的地方 当中你的how 然后最后才找到你的why 然后那时候我就 用同样的框架 同样的方法 然后大概花了 六个月九个月的时间 慢慢整理出我的 我的what 我的how 我的why 所以那时候 那个体验 我觉得蛮有趣的 对啊 回到刚刚的重点就是 很多时候你不知道你的why 但是是透过 你当下的一些生活经验 生活体验 慢慢回溯 因为你很多时候你去做件事 你不知道你为什么做 你是一个直觉 就是这个有趣 我想去学画画 然后那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你可以透过你做的事情 去回溯你的为什么 然后之后 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 或是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 为自己创造出的一个蓝图框架 去做决定 做思考 我记得书里面有一段 我很喜欢的一个观念 它就说 就是你的why 你的how 你的what 然后就是你要有你的 clarity 的why 很清楚知道你的为什么 然后要discipline 去how 很自律地知道 用什么样的原则去做事 然后再来就是consistency 就是你的输出 要非常的consistent 不管是早期 说书 做Ig 都是要consistent的一个 固定做你想做的事情 那我这边 听完大家刚刚的分享 有一个小小的感想 就是说 我发现 要寻找为什么 或者说要真的探索出来的话 有一个关键就是 我们会相信自己是会改变的 就是 有一点像是 一直是持续地在采取 一些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思考模式 不同的做事模式 然后 他另外一个相对的心态 就是觉得 人生好像是一成不变的 好像我就是 只能这么做了 只能这么活了 我只能做这些事情了 这种就会感觉 是比较一成不变的 那如果是用这个方式 在生活 在做事的话 我认为就很难很难 去发现 或者说寻找到 真正自己的为什么 或者说像刚刚 俊说的 所谓的热情 因为你要知道 这些事情的最前提 就是你是要一个持续改变 持续前进 持续有这样动能的人 那其他的事情 才会渐渐地发生 虽然说不知道 确切是什么时间点 但它会在某一刻发生 最前提就是 你要有这个改变的行动 改变的思考 跟改变的一些 这个小小的这种勇气 对 所以我觉得 愿意相信自己会改变 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 所以分享给 各位听众朋友这样 意思是你的why 可能会随着时间改变 因为人生的过程 我觉得非常长 它是一个 我觉得是动态的 你在不同的时候 例如说 现在可能是 刚进入职场 打拼的状况 这是一种状态 那你可能刚好 遇到另外一半 是一个两人生活的状态 那也有可能是 变成一个成家立业 有孩子的这种状态 所以在不同状态 说不定你的why 你的所谓的热情 你有兴趣 你想要做的事 你觉得的意义 它一定是不太一样的 那但是要怎么样发现 要怎么样去定义 这些不一样 那最重要的就是 你有没有采取行动 或去相信说 自己会是持续 不断的改变 变得更好 变得更前进 变得更进步 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 动能持续的 在进行的话 那我相信这样 才有可能去引发 那一个所谓的 可能你发现你的为什么 找到你的热情 那一个契机 才会发生这样子 感觉像是在一个 追寻一个平衡 在行动跟退步反思 的中间的一个平衡 然后不断去调整 你的外领有没有改变 或是你的初衷 还是一样没有变 刚Jackie提到 Purpose那里的时候 我觉得很有感的是 Purpose在中文 就是目标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看着目标 这两个字的时候 都会往很功利的 方向去想 可是我后来 看到有些人 对自己生活 或者是做选择的目标 是为了更有趣 为了有更多体验 我觉得这个 对我的冲击蛮大的 然后我后来 往这个方向去思考的时候 其实生活的可能性 会变得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Purpose 不一定是很功利的取向 只是你要知道 原因是什么 这样就好了 所以就永远选择 那个最有趣的 那个条路走 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 其实有没有听众 也想分享 可能你在寻找你的why 或是你对你的为什么 有什么样的想法 启发或是经验 想分享 或甚至你找不到你的why 你想也想聊聊 也可以 这是史上第一次实体组织会 第一个发言机会 史上只有一次 或者是你们也可以聊聊 你们对外的既定印象 会是什么 第一个发言者出现了 历史 你可能要全面来 我想问就是你们 品尝生活中 是怎么开始实践 黄金圈这件事 我最常用的 就是当时在带团队的时候 我后来有一个体会 就是因为当小主管 有点像一个加薪饼干 加薪饼干就是 你要消化跟吸收 上起来的指示 然后要把这个指示 再转化成一个团队成员 听得懂 可以接受的方式 激励他们去做这件事 那我后来就发现 我变成一个编故事高手 所以我后来可能 称为说书人 这是一个原因 就是我开始会把上集 要我们做的一些事情 跟一些指标 转化成一个故事 先说服我自己 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 对组织 对于公司有什么帮助 把我自己先说服之后 我再把这个为什么的故事 告诉我的团队成员 然后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沟通 就会变得更顺畅 那有时候团队成员 他了解说 你已经吸收消化 然后变成我们团队 必须做的事情 他会更容易去理解 然后去实践 那有时候团队成员 也会体谅我 他也会听出来说 这个事情好像就还好 有些事情的确是还好嘛 可是他也会知道说 老板已经这么费心 失去讲好一个故事 或者是让我们已经说服了 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他们也会觉得 那就做了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样的练习 让我开始会更擅长去思考 说怎么样去转化组织的目标 跟我们自己变成行动 该怎么样去连结 这样子 我自己是觉得 大家的求学经验里面 就是被问为什么 其实是一件会害怕的事情 因为老师的心里面 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你就是要猜他心里的答案是什么 然后除了那个答案以外 其他都是错的嘛 对 所以其实被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部分都会希望 不要吵到我 不要悬我这样 但我觉得就是 其实真正它的意义在于 它是帮助你去理解 自己做任何行为 跟决定的理由 所以我觉得应用的层面就很广 就是包含你为什么要起床 你为什么要工作 你为什么要继续待在这间公司 这些都是会让你去反思 你所有行动的一个问句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没有攻击性 然后很中性的一个问句而已 所以我觉得工作上常会被主管问为什么 但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不好 只是他在提醒你说 你要一直去回头看 自己做的这些事情有没有意义 对我来说在实作上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 就是每天都用到 就我在写任何笔记或是文件的时候 我都会先分三个 就是why how跟what 就直接想这样打出来 如果说是一个专案的一个规划 说为什么要做这个新的产品 然后什么样的方法做 然后实际上要做什么 我都用这样同样的框架去做 然后好像变成一个习惯 就是任何文件打开 就先写why how what 然后就照那个框架去写 很容易就把东西写出来 不管是工作上啦 或是自己的生活的反思上 都常用这个框架 不知不觉 一直用 内化了 对已经内化了 对对对 嗨 直接一下 我是海报 我是念设计的 然后我第一份工作是做产品设计 虽然也有辞职的经验 对 但是我觉得那一份工作 我学到非常的多 然后刚刚在听找为什么的时候 其实我会连接到 我从产品设计上面学到 在自己人生上面找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 那时候在做产品开发 像刚刚在说洗衣经的故事一样 我们不会去标榜自己的规格 或去跟别人打规格战 反而会去沿用了电影高概念 这个词 然后去找我们产品的高概念 然后一直去测试说 我们想给这个产品 怎么样子的一个 slogan 可以最打动人心 但是这slogan会随着我们的设计 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 就是去找不同的客户聊天 或是找不同的人群 去聊 然后看哪一句话 他们会眼睛一亮 那如果眼睛没有亮 但他们只是说 哦不错不错 那就是没有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后来 我对我的人生也是这种感觉 就是 就会一直有新的想法 新的想要尝试的不同事情 就去试试看 然后体验到之后 我就觉得 哦 好 这好像不是我要的 我喜欢这个之类的 然后就在这个过程里 有点把自己当做一个产品 在开发 一直去改变自己的中心思想 然后我觉得就是像刚刚瓦基说的一样 就是人生是动态的 我现在想法或是目标 一直在改变没有关系 但是我知道我想去体验 我现在想要体验的每一件事情 谢谢分享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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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那个我是博轩 我叫Alex 然后我现在本身在总视的是保险业务工作 刚刚听了那么多为什么 然后我自己想到的是 其实我们每一天 其实都有在思考着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就是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这 一定的嘛 就是看到或许是想要来 补一下瓦基书上的签名之类 没有买到签书 那种版本这样 有可能是 我真的想要看June的真实面目 有可能 对 因为就是没有露脸嘛 有可能想 到底那个Jacky个人多大的魅力 可以吸引那么多人 去参加你的那个活动这样子 那这都是一个为什么 甚至是以前在求学时代 这个朋友感觉很有趣 为什么我要去跟他交朋友 或者是我现在要毕业了 我要想要做这份工作 为什么 我是为了要家庭 我是为了要生活 我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那些欲望 或者是 也只是刚好 我只是为了要塞我爸妈的嘴 或许啦 当然就是通通都在讲这个为什么 只是我们可能没有想到说 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我只是一直在做 我好 我应该要去做的 我应该要去找一份适合我的工作 我应该要去教一个 我爸妈认可的女朋友 我应该要去走上一个 大家认同的道路 那反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也有不断在反思 只是我们没有把它写下来 甚至是没有把那个purpose 放在那个手表上面 大概就是这样 很棒的分享 谢谢Alex 我觉得 讲到一个我觉得很有共鸣 就是其实大家都会想 只是你有没有觉得那个答案很重要 或者是你有没有被那个答案去影响你的其他选择 就是你不可能完全没有理由 然后就报名这场读书会 也不可能完全没有理由 就去投递一份履历出去 对 所以我其实觉得大家都有这个能力 只是可能要重新被提醒的事情是 好好去看待你的为什么 因为像是很多人常说找回初衷的那句话的意思吗 对 只是找回初衷 不要忘了你的初衷 太空泛了 哈哈哈 感觉像老人在讲的 大道 是吗 是吗 你在说他老 我最老 最近我最老 然后你还说他老 哈哈哈 没关系我的心态也年轻 可以可以 我觉得可以 看起来年轻 哈哈哈 我们刚刚讲了 好像比较像工作啊 人身上的 那我们用书里面有一个例子 是在讲人际的啦 人际的沟通啊 或者是表达的顺序 他认为说 表达的顺序很重要 那特别是 如果你懂得利用黄金圈的方式 去表达这个顺序的话 会造成一些不同的改变 那书里面有举一个例子 我就特别摘录下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就是说 他认为黄金圈呢 也可以用在约会的时候 就是你可能要跟你心仪的另一半 还是你要跟人家来 做第一次的攀谈 好 那里面就分了两个例子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第一种 这个男生 我见到这个女生 他披头就开始讲 他就说 我非常的有钱 我有一栋大房子 还有一部很棒的车 那我认识很多名人哦 我也常常上电视 这非常棒 因为我觉得自己 长得真的很帅 那事实上啊 到目前为止 我对自己的成就 还蛮满意的 那你如果听到有人 跟你这么说话的话 你的感觉是什么 想问一下 有车有房耶 会动心吗 就觉得他可能是 跟我不一样世界的人 有车有房很好啦 但是可能 生活上不会这么接近 对啊 就是 这种感觉就很像 你是听到那些 外在的条件 那一些 规格 产品规格 人的规格 人的规格嘛 你从那些规格听 你好像跟他 不会有什么共鸣 那你有车 你有房的话 你可能也不会想要理他 之类的 就是变成了一个 很生硬的 这样的一个对谈 那作者他就分享好 第二种人 他在跟人家碰面的时候 他都会怎么讲 那第二种人 他就会这么说 我最庆幸的事情是 每天早上 我一睁开眼睛 我就可以做一些 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我还可以去启发别人 去做能够发挥 他们潜能的事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世界上最奇妙的事了 那我自己最大的挑战呢 就是去发掘 很多不同的方法 来做这件事情 那更棒的是 做这些事的时候 还可以让我 衣食无余 那刚刚好 我有一栋大房子 还有一部很棒的车 我的工作还让我 可以认识很多名人 也常常上电视 那很幸好 我长得还算过得去啦 所以上电视也蛮好玩的 我真的是很幸运啦 能够做自己 喜欢的事情 还有了一点点 小小的成果 听完这句话 也是问Jim吗 还是问Jackie 我可以回答 好 你接回答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 你可以感受到 这个人的人格特质 包含他的价值观 或者是他对生活的信念 或者是态度 就是感觉上 比较积极正向 然后还有车有风 对 我自己感觉就是说 像刚刚他讲完 他后面几时接 刚刚好我有一台狗狗 然后我现在租屋 还是什么的 就那些条件 好像就变得比较薄弱 或比较淡化了一些 因为我会从 他对于生活的热情 他对于生命 可能采取挑战的 这个动机 我会觉得 他或许跟我有共鸣 如果我刚好 也是这样的人 我心中有这样的一个悸动 我会被他前面先打动 我想要认识的是 这样的人 后面那些可能 就是比较吃药的了 所以我会觉得 好像是从前面那边 就稍微有点打动我 如果要产生共鸣 那我如果刚好 我是一个很无聊的人 我如果对生活 一点热情都没有 没有充满任何的动静 那我听到这样的人 可能不会有什么感觉 但那个人 他可能也不会想要 跟我有什么样的 交流 就不会有什么样的共鸣 对 我觉得 就是会外面说 我有防火车的人 很多嘛 对 但如果你遇到一个真正对生命 对生活 对自己做的事情 有热情 然后 每天早上起床 都感觉有意义的 我觉得那个是很 无价的 我自己的经验是 虽然现在很多人都在分享书 然后看书 然后写书宰 这些心得什么的 但是你真的聊起来 会有共鸣的 比较是那些 喜欢看书的理由 很明确的人 而不是喜欢看书 这件事情做了很久 然后做很多的人 因为其实我常看书 但是因为工作之后 时间比较少 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在看书 然后那时候 其实我就很焦虑 就想说 怎么办 我的定位 不是就在看书 分享书 那我不继续做这件事情的话 是不是 有点 对不起 追踪我的大家这样 但我后来想到是 我看书的理由 其实不是为了分享 它只是很表面的事情 然后像我找 瓦机跟Jackie 你们也都不是为了看书 才看书 你们是为了自我学习 成长 然后才去看书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真的蛮重要的 好感动 那时候 June一开始先找我 对 然后就问我说 有没有这个 要办读书会的这种 想法吧 想法 对 那种火花 然后那时候 其实有蛮多人邀请我 办读书会的 但是June很明显的 他在IG上面 他给我的一个感觉 或者说我看到你的贴文 那种感觉就是 我知道你是一个社会新鲜人 甚至那时候你还是学生 对 然后 但是我从你的贴文 或从你跟我对谈的过程 我就会发现 你对于 说生命 或者说对于职场来说也好 就是 好像有一个 很充满好奇的 很想要去探索 然后想要让自己 更进步的 然后虽然说 你会可能很谦虚的说 自己还不会什么东西 但是你透过每一次的发文 就会 我会看到说你的 一个进展或者说 你又学到什么新东西 这种持续的进步 然后透过这样子 好像交谈了过一阵子之后 我会发现 这个邀请我就觉得 有被打动到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有想到说 像Jackie 有办过读书会的经验 我们读书会为什么 对Jackie印象超深 是因为 第一次Jackie访谈我的时候啊 好像本来是要聊 一个半吧 就是我们有定某个时间 然后结果 后面好像多聊了半小时 还一小时 就是在聊书 就是我讲一本 然后讲完之后 换他讲一本 然后他讲完之后 又换我讲一本 当然我们不是为了 分享书而分享书 而是我们在讨论的过程 有一种生命上的一种共鸣 就是你的故事跟我的故事 很多重叠跟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因为这些地方 我们看到不同的书 有什么样的想法 然后就 透过那些书的交流 我就觉得 印象就非常的深刻 然后再加上Jackie说 他有读书会的经验 我就觉得 因为我完全没有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跟June说 好我们来办 一定会很惨 所以我就 也邀请了Jackie 所以就这样 因缘忌讳之下 我们就有产生 这样子一个形态的 一个读书会 然后刚好我们三个都是 刚好三个年龄层 对 我不要提这个 因为 对我自己不利 对反正就是 刚好是三个年龄层 那其实我也很喜欢 就是我想要去了解 去理解不同时代 或不同年龄层 不同职场环境 朋友们的想法 那透过这些想法 其实会让我看到很多 我以前不曾想过 或很多盲点 都是要透过这样子的交流 才会渐渐的 一个一个的去化解 或者说让我去发现一些 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 这样 哇 第一次听到这个 暖 这不是三代同堂的意思 好像不是这样用的 以后绝口不提年龄 好 回到书吗 回到书 回到书 又难转了 转不回去 经真情的路 好好好 那回到书的话 我下一段想要分享的是 那个啦 在书里面有说 组织跟团队 也需要知道为什么啦 就是 他举了一个例子 是美国的西南航空 好 那我这边也就讲一下 西南航空 大家的印象可能会是 它是一个连航 连价航空的公司 大家都可以搭得起 那它的开始的故事 其实很有趣喔 因为在70年代的初期 在美国呢 只有15%的人会搭飞机 那个年代 其实搭飞机是很贵的事情 都只有那种精英啊 高管啊 高阶主管啊 还是一些政要 才会搭飞机 所以这个比例喔 其实很多的小型航空的 那个业者 他们是觉得有点少 他们不太敢踏入这个领域 因为大型的航空公司 他们是有很庞大的资本 跟资源 可以去服务这些精英人口嘛 什么飞机的餐点啊 贵宾服务啊 飞机双簧啊 座椅很漂亮啊 然后坐得很舒服这样子 那西南航空呢 他看到的机会喔 是另外的 85%的人 还没有搭过飞机 他看到的是这个机会 所以呢 他说 如果你问西南航空喔 你们心里面的这个竞争对手是谁 那西南航空他们会说 我的竞争对手不是其他的航空公司喔 我的竞争对手是汽车跟长途巴士 因为他要服务的是什么 他要服务的是一般的大众 他要服务的是一般的大众 所以呢 作者他就在书里面提到了 西南航空他们的一个很经典的广告台词就是 自由的来去美国各地 OK 所以他们就希望说这样一个大众的一个运输工具 能够载着大家自由的来去美国各地游玩喔 那这个就不只是口号了 而是他就吸引到了这些大众 搭乘 他们会知道说好 西南航空是把我们放在心里面的 即使是普通的大众 也可以搭乘飞机 所以他们就用这个策略 开始去用减法 不是用加法 不是说我要更多的服务 更多的餐点 他用减法 如果要让一般的大众 可以自由的去美国各地 只要做什么 只要可以坐上飞机 安稳的飞到那个目的地就好了嘛 所以他们就用减法 把一大堆的什么广告行销策略啊 一大堆的豪华措施啊 很多服务 全部都把它剪掉 保留下了最基本的 能够让一般大众 来去美国各地的这件事情 对 所以这个就是西南航空他们那时候的故事 那也是他们在过去那样的生经 很成功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说其实任何的组织啊 或说任何的这个企业 包含最小最小到团队 其实就要了解说 我们自己所做的这件事情 他的为什么 他到底是为什么我们要做 如果我们想错的话 我们想错可能会觉得说 好 我的团队要做这件事情 就是要干掉谁 就是要打败谁 让谁倒闭 让谁可以不见 你要竞争的 如果是用这个方式去想的话 你可能会落入了另外一种 可能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红海的那种市场 或者是竞争的很激烈 红色的红 就是不要听错 就是红海的那种市场 那像是西南航空 他就发现了另外一个 算是蓝海市场 因为他要服务的是一般大众 这个都还没有人服务到他 他去服务这一些一般大众 所以说这个就是 他发现了这背后的为什么 然后他坚持着这样子 以他的这个为主的公式策略前进 那我后来也有听到一个小故事是 像西南航空也会接到一些客树 那有一个乘客 他搭了很多次之后 他就写一个客树信 直接写给他们的一个最大的老板 然后写那个信就是说 你这个服务也不比那一家公司 你的餐点也没有人家好吃 而且还要钱 然后你这边也没有什么VIP座位什么的 他就抱怨了一堆东西 那结果你会觉得说 一般的老板会不会很慎重的 去回这个信 还是说他怎么回 我是不是要去 想要怎么改善吗 这个抱怨有道理吗 如果你是以所有客户为上的话 那你可能会觉得 这个意见我要重视 我要去解决 可是西南航空他的理念是 我要服务的就是这些一般大众 最affordable 我搭得起的这些大众 我服务的不是所有人 他服务的是 可以用比较廉价 可以搭乘这个航空的人 他知道他服务的是一小部分人 所以这个大老板 他回答的这个信 他就直接也回信了 信中的意思其实就告诉那一位顾客说 不好意思 你不是我们的顾客 就是你不是我的这个真正要服务的对象 我们的公司可能不适合你 你会适合的是什么样不同的航空公司 你有其他的选择 所以他很明确的知道说 他哪些事情应该要去改善 哪些事情他根本就不用去改善 甚至他知道说他为什么而做 他了解这个为什么的时候 其他的新的资讯进来 他就有一个过滤器 他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新的课数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符合我的为什么 如果不符合的话 那其实我不需要去特别解决这件事情 所以他做的方法就很明智 就是我要做一件事情的话 一定是符合我的为什么 我去做它才有意义 如果这件事情这个资讯 是跟我的为什么不一样 不符合的话 那我是连做都不用做 我是可以选择拒绝或是放弃的 这才是最有效率的做法 否则他如果做了一个行动说 好 大家站起来 我们开始去改善这个餐点 然后把它弄得更好 要更好的服务 可是一样要廉价 那这样员工会怎么想 员工可能就很痛苦了嘛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策略也是蛮聪明的 就是他了解他的为什么 哪些事情对齐的去做 哪些不对齐的 果断的回绝跟放弃这样子 感觉这个故事就是 让我想到就是 当你知道很清楚 知道你的为什么是什么的时候 就很清楚地分辨出 什么是杂音 什么是讯息 而且我觉得如果以创业来说 就是假设你的目标 是赚很多钱 还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不一定要创业 那如果你要创业的话 你要达到什么目标 也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你也不一定要用 你现在想到的这一种 所以有为什么的话 你才会清楚分辨说 你要做的是哪一个选项 或者是要做的行为是哪一个 真的 我觉得特别在创业的时候 真的是有太多事情可以做了 因为你还在找你的 可能产品的 product market fit 然后你有好多不同东西可以开发 不同的产品 不同的功能可以开发 但很多时候在 可能在做新创的时候 你要就是回到你的 为什么 去选择说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因为很多时候 最重要的不是说 找到该做什么 而是去拒绝那些不该做的事情 虽然有些是很好很好的idea 有些这种最好的很好的idea 就越不该做 因为它就是越会让你分心 所以你可能有时候回到你产品 跟你创公司的初衷 为什么是什么 才可以知道 什么是讯息 什么是杂讯 因为不可能让 每个人都happy 一定会有人有 我想要这个功能 我想要那个套餐 我想要这个舒服 但如果你知道 你的产品定位什么 你这个公司 服务的对象是谁 你为什么做这个公司 做这个产品 那就很清楚知道 什么可以听什么 不该听什么要say no 而且其实 如果你有很多很多资源的话 所有事情都可以做 也没有什么不行 然后我还蛮喜欢的一句话是 他说原则就是在 你想要的事情 跟你最想要的事情之间做选择 对 所以focus很重要 我再来 我们想一个问题好了 就是说像 我们刚刚讲的很多 好像听起来啦 可能会有一些听众朋友 会觉得说 好像为什么真的好重要 如何做跟做什么 好像是不是没有那么重要 还是说如果这个人 他很会做事 他很会执行的话 好像价值比较低嘛 会不会有听众 有这种感觉 听起来好像 我们刚刚讲的 一直在强调 为什么这件事嘛 那书里面 他也有提到一个 张杰也是在讲这样子 就是说 像一家公司里面好了 这个公司的创办人 或者说他的 最高的这种执行长 一般来说啦 会是那一个 很知道为什么的人 简单白话文就是 很会做梦的 很会造梦的 很会讲的那种 那个就是创办人 或者是执行长 那是很知道为什么的 那么一个公司里面 其实也有所谓的 营运长啊 财务长啊 一些真正在把关 在执行 在管理的这些人 他们是了解如何做 他们也知道 要做什么的 那也有这样子的人 但是我们去思考 其实这两种人 他没有什么优劣的差别 其实在各种的职位上 或各种的这个专业领域上 他其实没有什么叫做 有什么叫做劣 或者说一个人就是 如果他只知道 做了什么的话 好像就比较没价值 还是说比较没意思 其实不是这样子哦 作者他就有在 这个章节里面 去提醒说 其实会需要各种 擅长各种 就是刚刚说的 如何做 做什么的人 也会需要 很了解为什么的人 这两种不同的 这样子属性的人 是需要的 一个公司 一个团队要运作 是一定都要的 那只是说 大家在做某件事情 的前提之下 当然是要回过头去想 为什么要做 所以说一个组织里面 也才会有这种 这么多不同 这个特质的人 会聚集在一起去合作 也把这三件事情 同时都会做到 只是他有一个先后顺序 但是这三件事情 也是同等重要的 对那 好像在之前 有跟June和Jackie 有聊到说 我们每个人 好像会有点点区别 就是像在苹果嘛 以前有创办人是贾伯斯嘛 然后另外一位 比较工程的是 叫Woznik嘛 那Woznik就是 比较像是如何做 跟做什么的 技术的头嘛 贾伯斯就是 很会造梦 有很多梦想的 那好像 我们每个人 是不是有点点 不同的特质 就是 比较偏向哪一种 这样子 那想要请June 来分享 你好像会偏向哪一种吗 还是说你是觉得 什么时候会不一样 我其实觉得 我看起来 会像是比较偏向做什么 的那个类型的人 就是可能 大家看我会觉得 执行力很强 但是对我来说 前面如果没有 那个为什么的话 我其实就不会 去做这件事情 但以工作上来说 我觉得我也是 比较偏向做什么的人 但我的为什么就是 只要有一个工作环境 或者是主管 让我觉得 可以持续在这边 体验到新东西 然后学到新东西 那我就可以 持续不断地 为他做任何的工作 或者是任务这样 所以我觉得 我是一半一半 只是在外在 大家看我的时候 会觉得 我比较偏向做什么的人 但是 在为什么那方面 我也是比较针对个人 就是 我对大家 没什么号召力 对 就是我没有什么 很大的梦想 想要去改变世界 什么的 那个为什么 比较像是 去 厘清自己 做任何行动的理由 的那个为什么 我觉得我比较像这样 其实我觉得 你的号召力很强啊 你看 谢谢大家 很多人从你那边 听到这个组织会来 但 以创业来说 我根本就没有想要创业 我希望我可以 成为一个很好的 工作上很好的左右手 然后 以这点来说 我觉得我会偏想 做什么的人 但你会想 可能是 跟一个 知道为什么 然后跟你的为什么 是同样符合的 对 对 我觉得我自己以前 在工作的时候 会像是一个 做什么的人 就是以前可能工程师 就是把扣写很多 然后 写越多越好 然后后来 发现就是在团队领导 之下 如果当一个为什么的人 其实效果好很多 怎么样去分配 不同的工作给别人 然后 让扩张你的影响力 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有限 但如果你可以 帮其他人找到为什么 然后可能 帮一些比较年轻的同事们 告诉他为什么 这个产品为什么要这样做 然后可以给一些idea 让他们去发挥 那很多call 你其实不用自己写 这对啊 这也是个好事嘛 所以扣写比较少 但是你相对 call写比较少 你的影响力反而扩大 我那时候在IG的时候 就是 我分享过蛮多次的 那时候想要升迁 然后刚开始没有成功 我就写超多call 然后觉得 哇我写那么多call 然后后来升迁没有成功 我觉得怎么会这样 然后后来第二季的时候 我就开始写 call越写越少 然后就升迁成功了 就好像真的是 去inspire别人 是更适合我的事情 然后后来离职之后 在做自己的事情嘛 会发现就是 很多人可能以为 离职之后就很轻松 可以每天很混 但是其实发现 就是你比较自由的时候 你每件事情 你都要去重新思考 我要做什么 然后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然后后来就是 不然是创业啦 或是在做 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我会觉得 有一个为什么 是自己发起的为什么 会更有动力 就比起以前 可能是在公司工作的时候 那个为什么没有那么明确 比较像是 做别人的产品 做别人的公司 那个动力就有差 但我在做自己的事情 虽然可能 薪水没有以前高 或是种种的 这种现实生活的差别 但是内心 心里还是比较 觉得更有意义 更充实的 所以我自己才觉得 自己是 需要一个为什么的人 然后这个为什么 是我最强大的一个动力 而不是其他 可能物质上的一些东西 那感觉跟 人生的阶段 也蛮有差的 因为我现在就是 需要很多的工作经验 然后我就也希望 透过做什么 来达到这件事情 对 那我这边来说一下 刚刚那个 其实是一个陷阱题 就是我刻意问大家 这个问题 大家可能会 好像落入一个 二元的想法 就是 我比较像什么 或我什么比较多 之类的 大家可能会觉得 我好像是什么 然后就会定型 还是说 你就开始想 身边的谁谁谁 是什么 就会有点开始定型 可是我自己 再去思考说 其实我们可以 更贪心一点 可能大人 两个都要 所以我自己的想法 其实我看完 这本书里面 我有一个感想是说 这三件事情呢 它其实几乎是 同等重要的 我要完成一件事情 其实同等重要的 只是一个顺序而已 我先知道为什么 如何做 然后做什么 同等重要 那对我自己的定义来说 其实我自认 自己是三个都要会 而且我三个都必须会 必须懂 那只是我在 什么情境之下 我切换哪个比例 多一点点 这样子 好 例如说 我如果是一个 像之前担任工程师的时候 可能如何做 跟做什么的比例 很高 好 那我就知道说 是这样子 那我只要知道 简单的为什么 我就可以使命必达 那但是我如果是一个主管 或是一个创办人 那可能我在于 这个为什么这一块 我就要花更多的心力 去把它想清楚 因为如果我没有 想清楚的话 可能会 瞎忙一场 所以说 我认为在 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 自己的情境之下 我们可以选择 去采取 某一种 我认为这种感觉就是 当我们退一步来看 其实我们是可以选择 成为不同的那种样貌的 我们是有这个选择的 这个权利跟能力的 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子 就是 我们去了解 例如说 我们今天了解这本书 其实告诉我们的 虽然它的标题是写 先问为什么 可是我认为说 它其实同时让我有两个冲击 就是说 我们不能虎头蛇尾 虎头蛇尾就是说 我很了解我的为什么 我很会做梦 可是我后面 我却不知道如何做 我做不出来 这个是虎头蛇尾 那同样的 我也不能说 我不知道为何而战 然后我瞎忙 那样子的话就是 我很知道要做什么事情 可是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 我在为何而战 我不知道我要 为什么要怎么做 所以 其实是 缺一不可 对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本书它 反而给我这样子的一个 感受 那也是我 刚刚故意问那个陷阱题 给大家跳的那种感觉 被骗了 学习了 对 所以你会觉得 你想当个三个都可以的人 对 就是我觉得那种感觉很像是 当你去了解了一个很全貌的事情之后呢 其实你会发现 你是可以有能力 你可以培养出这些不同的能力的 它是可以培养出来的 像如果原本你是一个 不会说故事 不会找为什么的人 其实你要知道的是 你并不是说你天生不是那样的人 只是你还不会这么做而已 对 就像我那时候的感受很明显 我就觉得说 当一个小主管 他最重要的工作 不是说什么 多会做报告 不是什么多会社交 多会干嘛的 我觉得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要花很多时间去做的 就是他当一个很好的 说故事的人 对上对下 然后呢 你要把这整个脉络 都讲得很清楚 对上有条理 你对下也有方法 然后呢 你也可以很让人 服从 那种服从是真心的 打从心底的 知道说 我们团队是在 同一条船上 然后去 使命必打 做一个 我们知道为何而战的事情 这样 但我觉得实际上 你是不是很难 就是同时当 三个不同的角色 因为如果你要团队 要成长 要扩大 你有时候可能要选个 最适合自己的一个角色 然后可能是 找别人 像Jobs跟Wazniak 他们两个人的 互相这样配合 所以 有时候你也很难 就是一手全包 对 还是要找到适合的伙伴合作 然后可能选一个 擅长优势的地方 你觉得这个 之间怎么取舍 因为 如果你要scale的话 不管是公司 或是怎么样 你还是需要 更多的人来帮忙 对不对 对 我认为这种感觉 就很像是在书里面 他有用另外一个描述 是金字塔的那种架构 或者说是圆锥式的那种架构 它圆锥 最上面的那一个顶点 就是为什么 然后在中间 那个就是如何做 最底下是做什么 所以我认为这个也代表了一点点 像是我们在团队的 或者说组织的一个分工 或者说我们的资源调配 最前面的这个 为什么 他所需要 或者说 他扮演的 例如说在整个组织里面 他需要的这个人 是最少的 最少的人 他来弄清楚 这个为什么 带着大家 朝哪一个为什么的方向去前进 那中间如何做 跟底下做什么 这样的资源是需要多的 因为执行力才是能不能把这件事情完成 把目标达成最重要的事 所以反而底下的资源 跟所有的这些组织 其实是最复杂 而且也最多的 我认为它代表的一个形象是这样子 它并不是完全等价或等值的 好 那请 就是在场的朋友们 如果有想法的话 也可以先分享 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来做一个 进入结尾 可以可以 哈喽大家好 我是MMY 我蛮想分享书里面有一段 就是他有讲那个博士 他说一个博士 他在那个没有手机的那个年代 然后 我记得他的议题是讲平等吧 然后他说 其实在那个年代 你可以在这个时间点 在没有这么多沟通的工具 的前提之下 可以号召到这么多个人 到一个广场去听他演讲 他说你可以想象 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然后他说 他的why就是 他要告诉大家 我们是平等的 虽然我是黑人 你们是白人 但我们都是平等的 那书里面就有讲到说 每一个来到现场 听他演讲的人 是为了听他演讲吗 不是的 是因为他们认同博士的why 对 然后他们之所以会来到这里 是为了自己 因为他们认为 他们自己值得平等 我觉得这个部分蛮不错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书 应用到我们 比较商业面的事情上 就是 每一个品牌 必须要很清楚 他自己的why 就是你的why 会吸引到你的消费者 然后书里面也有讲说 这些消费者 他是谁支持你 是因为他认为你的why 跟他的why是一样的 然后他支持你 就是因为他支持他自己 然后我觉得这个作者 一定是个国分 他超爱加波斯 对 OK 那我觉得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他也说 每一个支持苹果的人 都是因为他们认为 自己很不一样 所以他们会这么支持 这个品牌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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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补充一个资讯 是讲的是 马丁路德 金恩博士 算是美国的民权斗士 金恩博士 好 就是 我觉得 那个Golden Circle 它跟原子习惯的那个 习惯养成的那个Circle 其实有一个 很大的连结 我那时候看到 那三个圆圈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哦 就是在讲原子习惯的东西 原子习惯它就是 最中间的就是 identity嘛 然后再来就是 processes 跟outcomes 就我觉得 其实他们两个 其实在讲的东西 一样 只是一个是在说 我要当什么人 去从内而往外推 就是原子习惯 它那个说法 然后这边就是说 我要做什么事 就是我觉得 两个是可以 就是他们是互相的 就是我是觉得 很酷的一个感想 感觉这本书 是在讲说 Y的重要性 然后原子习惯 是用这样的方法 去告诉你说 习惯的养成 要怎么样更容易 对 没错 对啊 这个Y跟identity 真的蛮类同的 我想要问说 刚刚有提到 就是因为有分 愿景型 跟就是做什么型 的人嘛 那刚刚瓦茲 有提到说 其实这不是二元论 然后有可能 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 然后就是刚刚有讨论到说 如果是以组织 要scale out去看的话 可能要看说 每个人适合在什么位置 但是其实可能 大家会想到说 可能是老板 就是会比较是套上 愿景型的这个形象 然后员工就是 做什么型的 那假如说我们现在 就是看的角度 是反过来 就是员工 要去就是 fit这个公司的话 但他可能本性上 是比较偏愿景型的人 那你们会觉得说 这个人要怎么 去找到他的位置 我这问题问得很好 我觉得就是 每个人在公司的 不同的角色 就不是只有 最上面有一个为什么 就是每个人 都有他的一个为什么 每个身份都有 他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很多时候可能是 那个为什么 是从上而下 建筑起来的一个架构 但是每一个点的 为什么都很重要 之前有看到 其他的书 也是用这样的概念 像我们现在的组织 比较多那种层级嘛 我们会感觉好像 很多层级 什么什么长 什么什么经理 什么什么雇员 之类的 有这样的层级 其实他有一个概念 是这样子 我们说 我们就分三个层级好了 大老板 他的为什么 跟如何做 和做什么 他的如何做 很可能就是 下一集的这个经理 他的为什么 所以他是重叠的 他的如何做 就是他的为什么 然后呢 最大老板 他的做什么 其实就是最底下 执行者雇员 他的为什么 例如说 苹果最大的老板 可能 例如说贾博斯 他有他的为什么 他说我们要做的 这个做什么 叫做做iPhone 那最底下的 在执行者的 这个角色 他就会去 要被inspire 就是为什么 我要做iPhone 因为老板已经 把那个定调定下来了 可是我要想的是 为什么我要做iPhone 为什么我不是 重新去做iPad 为什么我不是 在做一个 黑美机的山寨版 为什么不是 为什么我要做的是iPhone 那这个执行者 这一块 把他去想清楚 把他这个脉络 再拆解下去的话 他会很知道说 他为什么要做iPhone 所以我觉得 他是一个 有点像重叠的 就是每一个层级 他的有点像 层层往下 递延这样子的感觉 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如果你是在老板下面 那你这个为什么 你觉得不make sense 很好习惯是 可以去challenge 这个为什么 我觉得这是 一个组织 很健康的一个表征 如果当每个人 愿意就是为他的为什么 而去跟你讨论 所以每个人的 why都很重要 因为当你的why 不make sense的时候 你就可以 你要问 网上问说 为什么你觉得 这个why是这样 所以像我刚刚分享 那一个架构 就有点像是 大老板他会叫我们 做什么嘛 那中间夹心饼干 经理人他就会去思考 为什么要做iPhone 因为他要 让他的执行者 都知道说 为什么要做的是 iPhone这个东西 所以当他传递清楚之后 大家才会有这个动力 然后才会 使命币 觉得这是我们 非我不可 一定要我们 公司才能做的 那如果说 执行者完全不买单 觉得iPhone 根本是垃圾 我根本不想做这东西 那他可能有一条路 就是离开 因为他跟这个公司的 由上到下的 为什么 完全都不对齐的时候 这时候待在公司 并不是他最好的选择了 因为一定没有 他的舞台 对 所以我觉得反而是这样子 但我们如果发现 这种状况的时候 可能也是一个警讯 你告诉我们这样 OK 后面 我叫查理 然后我是一个行销企划 我刚听大家分享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想法是说 我常常会感受到 我有两个正反不同的 为什么 为什么要做 我想得到 为什么不做 我也想得到 所以我想要问的是说 我怎么样知道说 哪一个为什么 对我而言是 真正最重要的 然后我是要从结果去看说 这个结果可能会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为什么是很重要 还是从我的特质 从我自身的性格 我就是想这样做 不管结果如何 去判断说 这件事 这个为什么是比较重要的 你可以描述一个具体的事情吗 用一个例子来说 你曾经觉得 我曾经吗 因为我很喜欢做词作曲 然后我有真的去表演 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最终还是选择一个正直 去养活自己这样子 那其实两边全职正直 我都有很明显的 为什么这样子 那比较好奇的是 你的反面的 例如说作词作曲 它没有成为你的正直吗 那它反面的为什么 是什么 反面为什么 我觉得主要是钱吧 就是因为它整个产业 可能真的是机会很少 我其实觉得 大家都有不同的需求 你不可能 某一个人生阶段 只有一个需求 但是每个需求 都会有它的排序 就是 比如说以我来说的话 现在工作 找到一个工作 是我最优先的排序 那它就会变成 为什么最主要的 一个思考方向 但是当有一天 可能买车买房的排序 变更前面的时候 那我决定的方向 就会不一样 我蛮同意的 就是我觉得看人 每个人的为什么 在不同地方 有不同的排序 但我自己会觉得 我自己是个人 不喜欢结果论 因为我觉得结果是一个 你不一定能控制的东西 但我会比较 注重于就是 当下的为什么 去做一些事情 比较注重那个过程 跟决定的原因 然后结果就让它 自然的去发生 但这可能是我自己的 一个缺陷也好 因为我可能就比较不现实 对不对 我可能做一些 不理性的东西 但是我自己会这样 做这样的选择 所以真的是看人 没有说对或错 不同的为什么 一个是你的兴趣 一个是现实生活的一些需求 那哪个为什么 当下你只要觉得 比较重要 可以往那方上走 这样不知道没有 会来到 有有有 那我分享我的想法 我觉得它好像 也不是一个 二选一 我觉得有点像是 那个为什么 可能还没有很清楚 因为像你如果 喜欢做词作曲 你的为什么 我不晓得会是什么 会不会是真的很热爱 做这件事 这件事情 让你做的时候 很有那种心流的感受 像我自己 我是喜欢跳国标 国标是让我 感觉到 我很有心流 我跟我的女友 在跳的时候 觉得非常的好玩 但我也很理性 客观的去分析 用商业模式的角度分析 这个东西 我没有特别的优势 在这个上面 但是我超级喜欢 做这件事 那我认清这个事实 这个东西 不会成为我的 商业模式 但是它是我 热爱的兴趣 我知道我的 为什么是这样 那我也去 客观的去分析 那你说 说出这件事情 我怎么客观的分析 我客观的分析之后发现 它有一个 很好的商业模式 而且我有很多 很独特的特质在那边 可以组合成一个 很独特的一个优势 或者是一个样貌出来 所以我是透过这样子 会发现 可能我的某个兴趣 它是有这样的潜力 是可以去发挥出来 但有某样的兴趣 它没有这样的潜力 但是我很享受 我还是会去做它 那我还是可以同时 享受这些 不同的兴趣 这样子 我的看法跟分享是这样 谢谢 收获很多 我只是想分享 就是我在这本书里面 看到一个 我很喜欢的故事 就是那个 讨债公司的那个女生 就是她进了讨债公司以后 她发现 她的同事 都是一些很好的人 可是她们在打电话 催债的时候 就是很凶狠 然后后来发现 因为她们的指标 是就是 讨回来的钱 跟她们打了多少通电话 然后她就决定 做一件事 就是改变这个指标 看她们打电话之后 寄出多少感谢 函给她们的欠款人 就是以这个指标 来作为她们的业绩 然后就反而让这个企业 就是讨回来的钱 变得更多 然后还可以让 欠过款的人 还愿意再回来借钱 我觉得这个故事 就是会让我觉得 原来就是一个人的指标 对她来说 就是会有这么多的不一样 那我还在 试着找我的指标 然后就是 对 但我蛮喜欢这个故事 我想说分享给大家 就像我之前也是用 一年看多少书 记录自己 想说 哦 今年又比去年更多 这样 然后现在我就不这样数了 因为我觉得 看书不是我最重要的目的 好 那今天 谢谢大家 今天来我们第一次的 私底主持会 我们先讲 我们下一本要读什么 大家要不要猜 要不要猜 我们下一本要读什么 只工作不上班 你刚差点赢到一笔 不工作只上班 只工作不上班的这组人生 耶 没错没错 但是几次后会再公布给大家 嗯 好 希望大家可以找到你们的为什么 然后 清楚找到你们的为什么 然后 自律地去指导你的 你的how 你的做法 然后持续性地铲除你的what 然后 呀 知道自己什么样的人 然后 不断地尝试 透过经验 透过生活 去寻找你的why 所以在忙碌的过程中 不要 每天只顾着瞎忙 偶尔还是退步 想想自己的为什么 然后从 不管是规划 然后跟别人说话 沟通的模式之下 都可以从为什么开始 都会让你的 不管是领导 或是自己人生的规划 或是自己每天做什么事情 都更有意义 更有使命 谢谢大家 好 那今天读书会到这边 记得followJuneLearning的IG 还有订阅 下本读什么 还有月图全超站的部落格 还有电文题走左边 哈哈哈哈 自己的节目讲错 哈哈哈哈 好 那今天到这边 谢谢各位 各位晚安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